另外又有人气炸的是台铁列车长 竟然是对民众比出了这样子的中指的这个画面吗 刚好而且被这个比中指的人还是一名铁道迷 这整个事发的照片呢是在3月13号 这名铁道迷他在屏东县拍摄区间车最后一节车厢 突然就有人这样子伸手比了中指对他这样比得出来 而这名铁道迷呢他就把这个影片给po上网了 事隔两个月台铁就赶紧澄清说 他们怀疑这是有乘客私自闯入了电源室 比中指来误作局 火车离站列车长站在第一节车厢回看月台确认安全 当时站在月台上拍摄火车离站的铁道迷 却遇到了离谱的状况 再看一次画面火车最后一节橘色车厢电源室 突然有人伸出中指 大约比三秒之后立刻收手 当时比中指的地点从第一节车厢数过来 是第八节最后一节车厢 乘客根本无法进入 铁道迷以原是台铁人员恶作剧 气得把这段影片po上网 澄清自己没有跨越黄线 还对台铁人员的素质感到失望 不过重新比对 当时列车长站的位置是在第一节车厢 至于最后一节车厢电源室 通常区间车是没有机务员 到底比中指神秘人士是谁 我想可能是那些年轻的游客 跟那个拍摄者打招呼 他就是当时开这班列车的列车厂 回想当时这一班高雄往仿辽方向的列车 行进东海站附近时车上的确有年轻人 列车厢也怀疑是年轻人恶作剧 但是他们又怎么跑进外人无法进入的电源室 台铁怀疑当时电源室被乘客入侵 因为门锁只是简易的勾环 缝隙太大只要用后纸板或是信用卡就能打开 未来台铁也会加长防锁 别再让乘客溜进去 上沿比中指的戏码 中天新闻庄权城刘家伟仁一方 高雄台北综合报道